我们是十字架面前 但现在他们要有学习 然后车里穿到墨大学 墨大学在这里 眼前这位正在挥毫泼墨的老人 名叫徐梦熙 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分校 身经百战一生坎坷 如今老人已遇百岁高龄 但身体健朗 每天依旧坚持读报练书法 回忆起当年的争荣岁月 徐梦熙对黄埔军校的生活念念不忘 徐梦熙原名徐世昌 1919年出生 浙江省淳安县人 青年时期 徐梦熙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忍暴行 怀抱救国之心毅然从军 1937年8月 他考取第三战区军官团 1938年 进入浙江省抗日自卫团 小冬兵 冬兵不够问过了 这些自卫以后不是 宣言设言抗训这个师傅团 一切都得了 搞得怕他 真是真是得到师傅教 师傅教是管法性的 不会 一天不用管法性 不用管法性 此时的徐梦熙 血气方刚 满脑子响的都是上阵杀敌 1939年 他考取黄浦军校江西瑞金第三分校不可信 在军校学习的日子 学员们上午学理论 下午野外训练 实战队练 课程安排相当紧凑 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 1941年 徐梦熙从黄浦军校毕业后回家探亲 随后加入了黄浦六期毕业生 时任中义救国军 岁安办事处主任 鲍布超的队伍 投身抗日洪流 因多次组织 并出色完成敌后爆破任务 徐梦熙升任中义救国军 奋勇总队 一营少校副营长 奉命率队前往金华 龙友 曲线以待抗日 他充分利用气候地形等 带领队伍与日军展开游击战 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生死瞬间 也不过自己更享有 也打几万能力 刚才真的一样 也打几万能力 也打几万能力 跟着马上 可不知火力 在夜不过自己打几万能力 都经验不成 天下不明能力 可真能力全力推回来 可想吃几万能力 上体上可做 也不过自己吃几万能力 但现在他们也有学习 在一次次显向还生的战斗中 徐梦熙锻炼出优秀的指挥力 和坚韧的意志力 坚持和日军斗争 直到1945年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随后中意救国军被遣散 徐梦熙不忍看到国共内战 脱离了国民党军队 1982年 徐梦熙在商丘医药采购站退休 回到家乡纯安县定居 2015年 徐梦熙获得了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纪念章 经历了亲人离散 山河破碎的战争年代 他格外能体会到 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3年 记录了徐梦熙与来自台湾的同乡好友 在阔别半个世纪后再次相遇的情景 徐梦熙说 两岸同胞血浓于水 两岸同胞的情谊是分不开的 在和平年代 徐梦熙最大的愿望是海峡两岸早日实现统一 他认为 这也是黄埔精神最好的延续 自然体进生 自然体的 vocabulary 最 absor到随掉 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